貌美却嫁丑夫的七位女星 最后一位到底图什么 第一位 朱英 当年的紫霞仙子无人可以超越 甚至很多人认为朱英会嫁给周星驰 但朱英却选择了音乐人黄冠忠 第二位 徐帆 年轻时的徐帆也是个大美人 但却对著名导演冯小刚死心塌地 可惜因为冯小刚患有白电风 两人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孩子 第三位 黎姿 当年黎姿曾被誉为香港最美女演员 在事业当红时期却嫁给国脚富豪马廷强 不少人都替黎姿感到惋惜 但黎姿婚后却被老公宠成了公主 第四位 陈红 白月光陈红可是无数人的梦中情人 后来嫁给陈凯歌后便回归了家庭 虽然大导演陈凯歌很有才华 但和陈红占一起颜值并不是很相配 第五位 林志玲 志玲姐姐宣布结婚时得有很多人伤心 很多网友都吐槽林志玲老公长得丑 但黑泽良平也算是日本的当红艺人 如今也升级为一家三口了 第六位 姚晨 姚晨的二婚老公是个著名摄影师 虽然老公颜值一般但却是才华出众 姚晨也陆续为老公生了一儿一女 第七位 林青霞 年轻时林青霞的颜值可是无人能计 而老公行李员却相貌平平 婚后林青霞也生下了两个女儿 第八位 万启文 经历两段失败感情后的万启文 在和陈十三恋爱七天后就结婚了 虽然未生下一儿半女 但感情依然很好 你觉得哪位女星最可惜呢